你好,大家好,我是Kim Zhang 今天就是成大的Chill Day 一會兒成大和我會帶大家探索一下 瑞典的文化風景和美食等 我不說了,我現在先和你們Chill一下 Let's go 我知道他們第一站會喝一杯咖啡去咖啡店 你們值多少錢? 100元 你選什麼? 吃沙律 為什麼? 健康一點 健康一點 吃得太多炸魚 所以呢? 吃得太多炸魚 你吃什麼? 我吃Pancake 加一杯咖啡 那麼Chill? 對,很Chill 為什麼你要選這間餐廳?我想問 因為我們早餐打算找一些咖啡店來吃一下 享受一下這裡的氛圍 然後看到這間餐廳有很多食材 所以就打算選這間咖啡店 OK,那為什麼會選包? 因為我看到裡面的材料都很豐富 有沙律 有芝士和沙律菜 看上去都很健康 那Pancake 我也選了Pancake 一個選給導演,一個選給我自己 主要是因為剛才看到它的顯示 Pancake煎得很漂亮 原本的食材 然後他還給我選有草莓味和藍莓味 我看其他客人選完草莓味 這麼豐富 你看看,它真是果肉 你看看,它真是 整顆原粒草莓在這裡 所以這麼吸引我又不選 嗯,口感和香味真的很好 沒有香味那麼甜 但它又不像日本那一隻 而且它真是脆 那肉絲魚,你的包是怎樣 我想問 我會給7分左右 因為我自己吃的話 我會喜歡吃鬆化一點的包皮 但它這個相對上會比較… 硬身一點 硬身一點 但它裡面的材料是挺好吃的 我想問 你平時帶他們出隊 十幾個月是否吃很多好東西 在我們的預算限內 是算很好的 是嗎 我們多少預算 可不可以說給觀眾聽一下 學校的預算就是90元一餐 90元一餐 早上也是90元 因為我們平時香港人 早上是最便宜的 晚上是最豐富的 所以晚上的選擇性量會不會少了 早餐豐富性可以多了 會啊 雖然我們今早早餐吃得很豐富 昨晚爛了餐麵包 對… 所以沒有贏… 不想讓人知道 我們去瑞典都還吃到阿慶 真的 明明香港人吃 要來到瑞典吃 下一集去哪裡 先去一個老城 看看會不會坐船 我們現在在Scottham City Hall 你看到其實這裡是很久歷史的了 看見建築其實跟現在 可能對面的 會是比較普遍的建築 那這裡就會比較歷史 嗯 大概在1911年它就開始起了 起了12年 然後1923年開始開幕 那現在裡面 你也會看到一些 翻新的工程進行 但是它其實一直都在運作 它裡面都開放給公司 去買票進去看裡面的展覽 你說歷史建築來說 City Hall是必去的了 我們現在去享受一下 感受一下他們的一些 古城的文化先好不好 快點 我們それで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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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兩個套餐,總共184元 大約150元港幣一個餐 現在拿了美羅餐 買了 我覺得肉有點彈,我覺得好吃 跟香港其實沒什麼分別 醬汁也是一樣,口感也是一樣 當然在最正宗的菜餐吃之下 一定會覺得好吃一點 這餐就是我的午餐,夠白 還有一個很喜歡吃這個蘋果 加5元有蘑菇 蘑菇醬很香 吃的味道跟香港的餐廳差不多 純粹是可以感受最正宗的IKEA餐廳 車站剛剛不准拍照 不准拍攝 所以我們就滿拍太多內路 我們剛剛在Central Station 乘搭兩個站 做到Selicis 之後我們準備搭郵輪 因為其實有個飛行波舊身 他是瑞典人 其實有介紹過這個地方 說搭郵輪 周邊的環境是非常之美 我稍後再拍一拍環境給大家看 先看看 那時候為何會有乘船的行程 突然一迫出來的行程 因為有一個半小時的自由時間 坐這艘船 可以欣賞一下這個Stall Club 整個風景 然後去另一個島 今次整個瑞典的當地文化交流其實差不多了 今天其實去了很多地方 包括來之後去了咖啡 再去了斯德哥爾摩的市場打卡 再去了瑞典的名餐廳IKEA吃個午餐 再去了Central Station打卡 之後再搭了兩個站在Snicis那裡 之後再去搭船 再去欣賞整個斯德哥爾摩的風景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這影片就記得 Like、Subscribe和Subscribe 給你心裡喜歡打給我的朋友 和去旅行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 拜拜